那么首先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因为每一个节气 它本来我就把它定义成新的一年 那么在整个中秋佳节 大家能平安幸福喜乐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 反正每天我都会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讲一些笑话 喇一下比赛 你仔细看 这明明就是嘀娃娃 就嘀娃娃它回答你一句话 看什么没看过梅花露 那可能很多时候奇怪 嘀娃娃的头为什么是梅花露的斑纹 你们真的很可爱 他坐在这个椅子 那你知道台湾特制这一椅子 它有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 太阳照过来的时候 当然会把它做切割 所以说一个嘀娃娃看起来很像梅花露 这个笑话有没有很冷 我自己也觉得蛮冷的 好 去讲细 基本上今天台北股市持续上涨 尤其你看到2317的一个红海 又拉出一个红黑棒 可能很多这个时候 有很多投顾老师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他告诉你 这边是多投的一个所谓债缺率 第二件事情他可能告诉你 他的手中又有2317的红海 好 我给大家一个 我先讲结论好了 我们都知道礼拜三台子期货要结算 然后礼拜四美国要决定 到底是降息一码还是降息两码 不管是一码 不管是两码 不管是PPI 不管是非农就业数字 我讲坦白的 我们只看结果 我们只看结果 我不管你那个数据 谁规定降息两码美国股市就会大涨 谁规定降息一码美国股市就会中错 我只看结果 好 我先讲礼拜三的结果 礼拜三的礼拜四才要降息 礼拜三的一个什么部分的话 你要帮我记起来 如果你看到台子期货跳空开高 那就会压低结算 我讲的很慢 我讲的没有结巴 老师 屌 你真的比这次梅花路还屌 我个人这么认为 因为其实你在实战上面的一个所谓操作 我拜托大家 你不要看图说故事 麻烦你想一下 半个月前 你的3376新日新 你的光盛 你的智盛 哪一档股票 你不是看图说故事 只有到现在失谷存 可是问题 为什么今天3376新日新还在破底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产业结构上面问题 除了产业结构上面问题的话 我建议大家 麻烦大家拜托做一件事情 你们真的一定要看着懂大盘 什么叫看着大盘 来快速举例 9月3号要崩盘前一天 我跟你预告大盘主力心态空 结果一口气跌了1000多点 来到9月4号的时候跌1000多点 9月4号的时候 主力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 我们做多赚50点 那对战单部分你也看过了 9月5号我们继续做多 甚至我们还买在最低的叶水低点 可是问题来到9月6号 也就是飞浓 等于说这一次台子期货的一个 台子09它的走势过程当中 它有三次当天 包括PM盘一口气跌1000点 可是每一次要大跌之前 我请问各位 我有没有完全帮你掌握到 就像上个礼拜应该说上上礼拜五 也就9月6号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我获利出场 问题为什么要获利出场 为什么 而且我给大家看到最让单的 因为最主要原因 很多投货老师他跟你讲说 这边从之前的V型反转变成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它在9月2号那一天 它已经形成了 所以说不会再跌了 所以他告诉你飞浓就业的数字会非常非常好 恭喜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猜对了 你老师真的猜对了 你猜对又怎么样 上一次大跌千点 那是因为NVIDIA 它所公布出来的财报非常优 就NVIDIA开高走低一口气暴跌 不是这样子吗 那飞浓有没有猜对 那你猜对的话 你要不要跑去跟那个证交所 其交所要钱说 我好厉害 我猜对飞浓了 智障 我有时候觉得说 你们一直看那个经济数字到底在干什么 那如果你看到经济数字 你才跑去追 你知道你隔天又赔了1000点 可是问题有没有一个投顾老师在飞浓公布之前 就已经跟你讲说了飞浓这个数字会不好 这是为什么 在9月6号那天 所有的投顾老师不管包括AM牌 不管包括PM牌全部来做多 只要我告诉我的会员一定要卖 因为飞浓的不好就一口气跌1000多点 没错 跌1000多点 就跌1000多点的时候 来到9月9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又从绿色变红色 等于说这个台子09真的很玄奇 每次只要跌清1000点隔天大盘主力心态就是一个标准的多 只有主力心态多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做多 然后跟大家预告缩盘大于一个所谓AC 结果我们甚至连买权的一个所谓部分也去买21500 日子过很快 21500的买权我们买在188 就一口气涨到427 我们短短4天 短短4天我们赚了1.3倍 再一遍 其实选择权它不是妖魔鬼怪 可是选择权其实它的做法跟股票有一点类似 老师选择权为什么跟股票有一点类似 拍赛 你的老师因为有了1000多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所以说他每天要不断去追标股 因为追对了 然后他告诉你他赚了五成六成追错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在讲你的新日新难道你没有感觉吗 难道你没有感觉吗 我在讲你的光盛难道你没有感觉吗 那我问你 如果你知道它会往下跌100多块 会往下跌两成到三成 你是阿呆佑你买在天花板 同样选择权也是一模一样 你今天你来跟我操作 我不会每天不断的买 我不会每天不断的买 甚至选择权的叶随部分 我们是逮到机会才出手 因为要有绝对把握 那什么叫绝对把握 来再一遍 飞农的时候跟你讲飞农会不好 所以赶快卖 可是等到久久重阳节的那一天 跟大家预告缩盘大于AC 既然缩盘大于AC 所以说去买一买全 21500的买全 188买进 188买进 一口气涨到427 短短4天 赚了1.3倍 所以说 它是同样的道理 你们不能因为感觉热闹 人家吃蜜 你在花烧 你就每天执意要出手 这样到最后 你真的会输到脱裤子 举例一档最正常股票好了 2317的红海 你的老师不是告诉你 他今天他手中有红海吗 那我们来打赌一件事情 他今天的红海扣掉手续费 都还赔钱 那你知道他问题在哪里吗 因为他在上个礼拜 看到红海一根长红 K棒尾盘受不了 叫会员直接跳进去 可是你仔细观察 我是先带你避开红海的暴跌 避开红海暴跌 我在上个礼拜四 我斩钉截铁跟你预告买红海 没错吧 那你看理财之后 看其他所有投资老师 每天跟你分析红海 废话你每天买 迟早有一天会买在最低的夜水地点 我不是买最低 我是买礼拜四 我是买礼拜四 我买在175块 今天到181块 可是你知道光红海一档股票 我到今天我买了两次 我赚了11块钱 我等一下都给大家看证据 所以说到底你们什么时候 才会学到该出手就出手 不该出手真的不要乱动 只能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 真的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第一时间有主意心态 来快去主力 上个礼拜三 主力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结果利用击杀 利用击杀 拍謝啦 你的软体 有时候我觉得说 不是你们不懂波段 是因为你用到破铜烂铁的 一个所谓软体 每次只要下杀 我问你啊 今天早上台子期货 有没有瞬间下杀 在昨天晚上PM盘 台子期货有没有瞬间下杀 瞬间下杀 你的软体告诉你放空 他有错吗 他没错啊 只是你的软体之后又告诉你 你应该把空单停损反手做多 你根本转不过来而已 那我再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游泳主线 因为你人生不用搞这么复杂 主力心太多 主力心太多 你就跟阿呆一样利用击杀买进 这样就赚了800一点 对不对 赚了800一点 然后再来继续看下去 然后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干嘛 继续买 继续买 而且买在最低的液水低点 传真稿都已经预告881 就是买点 结果最低低点880 880 结果这样子呢 甚至包括12号上个礼拜 是我们继续做多 因为过中期我们讲快一点 34000多 然后外资卖了2758口 加码放空的时候 我在9月12号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预告PPI 它所公布出来数字会非常非常的好 麻烦看一下 PPI公布出来之后 有没有往下杀 往下杀 可是你把它对下来 主力心太全部都是个标标准的多 怪不得我们随便就缴出 67206块的一个所谓对上单 甚至于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你 我在做多 不会因为它是端午节中秋节 就在担心什么节气变盘 因为当你下载软体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你就可以知道人家主力做手 它真正的一个所谓操作SOP 即使你从来都没有做过期货的 你光做小台 你也可以赚6500 你光做小台 你也可以赚4500 没错吧 好还没完哦 上个礼拜五 外资期货加码1400口的空单 我一样跟你预告收盘大于AC 那你仔细观察哦 你仔细观察哦 这是礼拜五的夜随PM盘走势图哦 有没有冲高之后瞬间的夜随击杀 那我请问各位 你的软体这边叫做WD 突破平台颈线买完之后杀 跌破平台颈线 这叫假突破 这叫头部 反手放空 可是麻烦你看一下我的传真稿 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就预告779-745-727 这是PM盘的支撑 藉由这样的夜随规划 是不是又能够很轻松的夜随赚钱 所以说 你知道你们错在哪里吗 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光盛自胜一家 我们就讲2317的红海 第一个 你看不懂大盘 它的一个所谓的方向 所以说不管包括PMI 不管包括PPI 不管包括飞农就业 不管包括NVIDIA 你真的赌对了 可是赌对美国市场所反映的 就是导致于台子急握大跌线链 台子急握大跌线链 你认为你手中的股票 是No.1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覆巢之下五丸软 所以说你一定要先看这种大盘 包括今天不是也都是阴谋院 8点51分就很清楚的告诉会员 不管包括779乃至于745到727 这是标标准准的多方防守价 这个就是全盛的一个所谓操作秘密 好延续讲下去 刚刚很清楚跟大家报告 礼拜三真的不要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就很容易压低结算 老师你说真是假的 不好意思 你们看我的节目 你是需要做笔记的 我的精准度 我们不要说跟黄金一模一样 高达99.9% 有没有高达95%以上 其他头裤节目 反正从头到尾就跟穿制服的人一模一样 今天哪一个头裤老师 不是告诉你6187的万润 因为万润今天创新高 来我念给你听 万润 智邦1785光阳科 然后阵机4526阵机 你都不用加头裤老师 我直接报给你了 反正就这些强势股 如果说你是要看到强势去追强势 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你干嘛请几客业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就像我问你 郑妹妹知道这笑话 麻烦水水小 对啊 你看到万润今天创新高 你的老师告诉你他有万润 结果打掉去问他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他是VIP才会买的 不然就是你的老师6187万润也叫 然后智盛也叫 光盛也叫 然后3376新日新也叫 结果你遇到麻雀 为什么 我没有讲虽小 你买的股票全部到 你老师在节目当中表演的股票创新高 那不是你要的 股票它要怎么操作 来来来再一遍再一遍 像这种新日新 我已经讲了一百多年了 我已经讲了一百多年了 我讲到不想讲了 我说你不要去做多 阻力在放空的股票 讲了很多遍了 新日新讲了很多遍 我也有一个很简单 你不相信 我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我说iPhone16 你今天跟中国不会有好下场 你今天你所要跟的是来自于美国 那美国iPhone16 它有推折叠手机吗 你有看到折叠手机吗 我就用这样一个很简单 它不像富士达 人家富士达至少还有水冷散热 新日新有水冷散热吗 没有啊 只有今天新日新继续杀 随便随便 你的光盛也赔了122万 这不是做股票方法 那你看我怎么做的 来来来 鸿海之前跟你讲空 有跟你讲空 因为跌破多方的液水防守价 结果鸿海当它暴跌之后 我们又把它买回来 所以鸿海甚至于包括了371的日月头 这次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 日月头我没买回来 老师啊 你都买了大牛股 基本上没有再变 你的新日新 你的光盛 还有很多不深美举 你去买那一种小型股 好来 我讲了 机器人就好了 机器人概念股 不管包括6188广民 不管包括索罗门 不管包括3037的星星 你现在全部严重套牢 你这么喜欢追逐小型股 我只能奉劝各位 你不年轻的 你赶快去把期货的户头开好 好 我举例 你如果上过我课的 你帮我验证一下 期货来到任何的多方防守价 不管包括日线关键价 或是多方的价 它一定会谈 可是股票的月髓部分 它现在很贱 它会洗过头 为什么洗过头 因为它不把你洗出去 不把你洗在地板 未来怎么会有上升的荣耀 好 这东西不懂没关系 你跟我说都对了 来来 红海 红海 红海外加日月光 你看我这利用急沙买 利用急沙买 利用急沙买 所以说红海光这一个月 光今年我们的获利就高达300块 就9月6号的那一天 也就是 也就是那什么要公布 非农要公布 我跟你讲 我卖嘛 我卖嘛 因为我上其他 可是卖完之后 我请问各位 当上个礼拜三 跟你预告2317的红海 跟你预告OTC指数的多空防守价 只有当它收盘 不是收盘的 当它隔天开盘 用跳空的方式 简单之后 这一波来救我们的 是来自于废半指数 在上个礼拜的收盘 大于空防防守 麻烦把我过去 每天的重拨带掉出来看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 去强化你的专业制 既然收上空防防守 我请问各位 9月12号 也就上个礼拜四 我不要买礼拜三 我买礼拜四就好了 我买礼拜四就好了 礼拜三是买选择权 选择权赚的1.27倍 我买礼拜四就好了 红海 买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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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买8147的一个所谓正宁 可是我说过了 买完之后 难道红海 不会是假突破 老师 什么叫假突破 拍谁 你的老师 在上上个礼拜四 红海买在180块钱 我这样讲没错吧 买在180块钱 他看到那根红K棒 他跑去追 你就追完之后 隔天跳水 他告诉你 那要假突破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们操作 它是有方法的 我们知道多空的 夜水的防守价 对不对 他没有跌破多方防守价之前 我们会不断的买 为什么 红海光今年你可以大赚300万 因为很简单 看清楚 9月13号 也就上个礼拜 礼拜四买 礼拜五红海往下杀 我连闪都没闪 我一样告诉你 我还在持续买2317的红海 上礼拜红海往下杀 结果到今天为止 总共一档红海 我就赚了11块钱 对不对 同样老师 可是郑林呢 他最近都不会动 因为很简单 郑林在大盘跌的时候 他有跌吗 他一毛钱都没有 你去买智胜 你去买光胜 你去买益家 你赔死了 可是问题 如果你买81世界 你真的都不会赔钱 可是不会赔钱 可是你跟我操作好处在哪里 我请问各位 郑林在上个礼拜这样 我看得懂看不懂 我看得懂 可是问题我不想去跟他赌 你懂为什么 我看得懂 上礼拜有这样子 是你们看不懂 所以说今天早上9点钟 9月16 9月16 早上9点钟 正宁140的部位 我们这边出来了 结果你看 急拉 急拉之后又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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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模式 因为我说真的 也许你们不是我的会员 可是你们看我节目 你们很相信 我在基本面 还有主力心态上面的研究 所以说有一些股票 它本来就会洗来洗去 可是洗来洗去的过程当中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第一个主力心态很重要 第二个 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产业基本面 等于说你借由主力心态 借由多万博价 你可以筛选到将近有 八成的股票 来我举例 举例赶上股票好了 你看清楚 早上往上急拉 你们Telecom我有贴 早上往上急拉 又往下急杀 可是急杀的时候我们去买 买完之后它就喷上去了 买完之后就喷上去了 好 这家公司很有趣 我对家公司 我觉得我还蛮有自信心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毛利成长27% 营业利益率成长一倍 我讲坦白的 这种财务报表 你要放在台湾的上市柜公司 营业利率跟毛利率 老师我不懂什么叫毛利 什么营业利率 这东西很难回答你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那你可以等一下马上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会有答案 你等于说正常而言 应该说是毛利成长五成 营业利率成长27% 可是我所看到是它毛利成长27% 营业利成长一倍 靠腰勒 营业利益成长一倍 代表它的东西就是标标准准的口碑 口碑讲白一点 为什么它的营业利率成长会比毛利成长来的高 因为全台湾就只有它来做 讲得慢了吧 懂个意思吧 懂个意思吧 你去看鸿海 鸿海它的营业利率成长绝对比毛利来的小 因为它有竞争对手 不管包括核硕 包括电子舞歌 全部在做AI 全部在做苹果的代工 可是这家公司营业利率大幅度的成长 你看这边 这边就喷上去了 老师哪一支 其实我的股票不会很多 因为我是觉得说 你们每次拼小金股拼到最后就死光光了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多光防守价 你们根本看不懂最基本的大牌 举例嘛 你之前拼NVIDIA的财报挂了 拼菲农又挂了 结果后来跟你讲PPI会好 你根本不敢相信 自由配一加二升级方大版 来先顺便解解了 鸿海 这鸿海 178.5已经变成礼拜三的多方的防守价 简而言之 你说老师 你刚讲期货说不能开高 好那问你 如果期货跳水 那期货跳水的话 你就要去看主力心态 更重要当期货跳水的时候 鸿海千万不要开破这个书 老师不可能的 因为今天鸿海是一根突破 对鸿海是一根突破 可是麻烦看一下理财中华所节目 麻烦看一下外面投稿老师 每一个人Telegram都跟你讲 他看好鸿海 他看好鸿海 每一次他看好的股票 哪一支没有崩盘 所以说做任何事情 你要有戒心 难道你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你不关门吗 你认为你家治安很好 不用关门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你有一个地方不关门 你知道吗 太棒 那个小琉球 对 因为小琉球我是知焉有趣 他们很好笑 他摩车钥匙也没在拔 没有钥匙也没在拔 然后甚至大家把电视推到外面来看 因为里面才太闷热了 开冷气又浪费电 然后可是之前 现在因为游客 观光游客 好像现在登岛 随便登好像三万人 三万到一万人 很多人那会不会多很多 小琉球之前是一个超纯朴的地方 那我问你 你即使住在警察局隔壁 难道你睡觉不关门吗 不可能吗 因为你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戒心 所以说你失谷不存 所以自由配一家的生意方大板 我给大家建议 先把我们的线上课程一定要带回去 更重要去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持心态 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千万好像洗脑可以 千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真的一天只要一个积累便当 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 永远相信事前预告 我最厉害 祝大家假期愉快 我们周三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